尤小刚的第七部密史剧《西施密史》 将在福建、江西、湖北三家卫视开播 2月12日 导演尤小刚携马景涛、马志忠、乌静静几位主创西树道场 为该剧宣传遭事 已经三年未出山的马景涛 此次在剧中 依旧保持了自己咆哮教主的风格 不仅如此 就连马志忠、乌静静等人也是深受其影响 他平常这个人特温柔 就没有什么咆哮的机会 这个是他 我相信是他在表演方面一个激情 这部戏里面你一定会问咆哮不咆哮 我曾经给过他一个短信 在人家封他咆哮教主的时候 他当时问我怎么样 我说你得有点娱乐精神来对待 咆哮已成过去 激情人流心间 这就是你需要的 所以应该说 这次怎么没有咆哮 你想想看 不仅他要咆哮 这个勾剑也要咆哮 繁力也要咆哮 激动起来怎么不咆哮 你看到刚才你看的样片上 把剑扒出来够咆哮的 所以他自然要咆哮 咆哮得在地方 你觉得你跟他咆哮比起来 我也不说 那没办法他也叫主 我刚刚进这个叫 我要慢慢再学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有 那个好像说因为你的影响 连那个马德忠 他们都有 马德忠 马德忠 都有在 中咆哮的这个片段数吗 这个是每一个情节里边 就像一个弹簧 你把他压到一个旗帜 他反弹的这个高度 肯定是最大的 他也是一个很压抑的角色 就是勾剑 那他们两个人是在一个不同的经纬之中的 各自走向自己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相信生活里边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潜藏在内心的咆哮 你可以透过各种形式把它传递出来 首先要很勇敢 首先要正视自己内心 所有所有的不同形式的咆哮 然后大声的咆哮出来吧 活动当天 其实最受媒体关注的就是西施吴静景 因为之前有媒体爆料称 经过海选选出的西施 其是游岛的次家亲戚 妻子吴倩倩的侄女 跑遍了全国71所运向 在6000多候选者中 最终却选中了自家侄女演西施 怎么看这海选 都是为吴静景这个女一号 闯荡娱乐圈做铺垫 我当时真的说实话 就连她就连我的姑姑 她都没有想过我会演到西施 她就是想尽力了 能够到什么样 能够选到什么程度 能够进到几枪 那就是我的命了 那个比赛已经很不重要了 戏都出来了还比什么赛 大家就在戏里看到底好 还是不好吧 这自有共同了 现在再说比赛多么无聊呢 已经没意义了 那是历史了 在这选拔之间 就是这四轮 一直到现在拍摄的时候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真心 去感受这个角色的每个情感 每个不同的体验 然后去感受她的心 然后把用自己的形态 把它表演出来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真诚的态度吧 酷溜娱乐北京报道